记录点滴生活 广交天下朋友 大家好 我是曹根小陈 现在是晚上十点 工人们刚刚下班 现在请了个阿姨帮我们扫车间 今年有人帮你扫地了 对阿姨 对对对 我就不用扫地了 能不能扫 轻松一点 她带她的小孙女一起过来扫 你是在哪里上学 就在慧江池燕小学 慧江池燕小学 现在是五年级 十一岁 明年这样 我就要回阿姨 因为自己的老师 换了个老师特别凶 这边换了个老师特别凶 有很多同学 都在下课的时候 都说想转学想转学的 你们老家是哪里啊 湖北 湖北哪里 湖北 黄石大爷 金牛正那里 你会说家庭话吗 有点好 把带上回来啊 和我爸爸妈妈说 我就听不懂 听不懂啊 但是我听到他们说的话 你不会说是吧 会一点 会一点 怎么了 我说人家你小孩说话声音 多温热 多小声音 你家小孩咧 我家孩子声音 大嗓门 大嗓门啊 那老二还可以吗 就老二的声音 自己大了还老二 那你们这里总共有多少人啊 二三十个人吧 你之前没有来过服装厂的吗 我去过我爸爸的服装厂 他是服装设计师 你爸爸是服装设计师啊 嗯 你要不以后去学做服装的 嗯 不过我妈妈 她给我抱了个模特班 所以要让我去做模特 可以啊 不过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学得好 学得好 要有信心知道吧 一定要有信心 做什么要有信心就做得下去 像我们做这个场也是一样的 我跟阿姨两个人 刚开始是两个人做 然后慢慢慢慢一步步做到现在 就有这么多人了 我们也拼了十几年 你知道吧 如果我长大的梦想是想当医生的 想当医生啊 为什么想当医生 因为可以救人啊 必然像天使一样 白衣天使 很棒 很棒很棒很棒 为你点赞 我爸爸说了 如果想实现一个梦想的话 必须得去努力 对对对 如果不努力的话 你啥事都做不成 没错没错 就叫你孙女到时候放学了 就可以在我这里办公室里面做作业就可以了 然后你在这里来接她就可以了 可以啊 好不好 这样的话免得你们有时候不在家呀 在外面是不是 在这里又近 是吧 你放心嘛 你那么好都好呀 我就觉得你家孙女真的很懂事 知道吧 到时候你这里有个桌子 这个桌子是空的 到时候你放学了 可以就在这里做作业 等你奶奶回来 来 这是橘子 拿点橘子给你吃 来 这是叔叔 好